主山镇门球协会在子南宫垂球场 举办103年度理事长辈老人门球邀请赛 现场来了各地区的协会会员 用意可以与其他乡镇市球员切磋交流球技外 还能让头脑灵活 也由于门球运动没有剧烈的动作 在社区已经成为适合高龄长者们的运动 有很多外观市和外乡庭的乡亲 大家这些市长都来到的山 我们赛了这南宫来这儿依旧会友 今天也希望他们来依旧会友 大家都可以有好的胜質 可以大家都很健康很完美 没错没错 门球属于温和型运动运动伤害少 一边运动一边思索击球的策略 非常适合高龄长者们 现场还看到其他乡镇市球员也来共襄胜举 可见门球运动受欢迎的程度 珠山门球协会 它成立已经有将近20年了 所以今天它又办理事长杯的锤球赛 参加的球队非常的踊跃 而且他们工作人员的策划非常的顺秘 工作安排得非常的顺利 所以今天这个场面非常的祥和 一元蔡仪柱鼓励印法长辈们多参与相关活动 而门球运动的发展也有赖于公部门的持续推广 我们也希望我们管政府或是我们公所 针对老人的运动和外人都可以尽量 比较常态性的辅助和鼓励老大人都可以 在户外做一些减少运动伤害 像这种外人就是对运动上海非常轻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 来针对老人的表现活动来给他们提供 议长和胜丰鼓励长者们以求会友 利用此机会互相切磋球技 并以快乐的心情参赛 带着健康幸福的感觉回家 民意新闻庄博军竹山采访报导